我们这个煮菜前在厨房处理这个生菜生肉对吧 食材那么炒菜时呢油烟四溅 厨房啊可以说很容易就变成一个藏屋纳垢的地方 没错今天的生活小学堂就要跟大家分享 清理厨房还有厨房用具的一些小妙招 而且我们使用的材料呢像这个马铃薯啊海盐啊 都是一些平时用来烹饪的那个很简单易见的食材 我们马上请这位嘉宾来跟我们分享 马上请出林秋月来自这个清洁公司的这个发言人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是是秋月以你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个厨房一般是怎样脏的 怎么洗 厨房一般是油烟味这些会比较粘 所以今天我们带来这个三样东西是来介绍 怎样分解这个水管阻塞 对对对水管里边阻塞也是一些这个菜皮啊杂物或者油腻的东西对吧 对它会造成那些异味而产生 所以我们今天想示范讲来跟你们讲解释先 好 来第一样你要做的 第一样我需要解释这个是 解块膜 解块膜 对对对 做冰块 冰块膜 所以我把这个柠檬 擠在这个解块膜 直接剪进去 对 只一半里就撒那个醋 白醋 对 放白醋 放白醋 那个分量要放多少呢 分量就放给它满 大概一下 对 放给它满 放给它满 是 全部解给它满 就过后好了呢 我们就把它放在那个结冰的上面 是 给它解成冰 一块块白醋柠檬冰 对 解成冰就变成这样 对对对 那这个是用来 这就用来是 清乳水 那个水槽 给它分解那些臭味跟肮脏 容易分解 放在那个水槽的上面 它就慢慢溶解 把它化解掉 对 也就是说里面白醋呢 可以这个消除里面的油腻 对吧 对 这柠檬呢就是除臭 有意味 除臭 分子 是 那为什么就是 不止先把这个醋跟柠檬 为什么要结成冰呢 这麻烦 直接醋跟柠檬倒 切成冰它容易化解那些肮脏的东西 容易容易切 但是变成有那种新鲜的味道 没有这么臭 对 我觉得一个重要的这个原因 是因为你做成冰之后 融化的过程比较慢 对 它就慢慢融嘛 你不然这样刮到 你要倒多少处啊 所以就是意味可以彻底地把它除掉 没错 好谢谢 所以接下来我想介绍的是 这个砖板 砖板通常我们都是拿来 切菜啊 切生肉 对 会粘成很多那种细菌 没错 所以细菌会让我们这些很难清理 首先我学用柠檬 撒点盐 那个粗盐 在那边 海盐是吗 直接这样 因为柠檐 因为柠檐这个是柠檐 是四丝的 三柠檐是四丝的 然后我们就需要在那边撒 清理 再来回 粗盐 粗盐 对 粗盐是不是起到把那个安康的东西 它可以杀菌 可以杀菌 一定是要粗盐吗 对 要生粗 要比较粗的盐 比较粗的盐 因为粗盐有两种 一种是白 一种是灰色的 所以它可以驱拟这些杀菌的工人 很便宜的 因为就没有掉 那这个柠檬也是为了取取异味 柠檬也是不解错味 然后可以 是因为这些种种都可以 对 都带有好处 而且很好用 很简便 大家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可以说一学就会 最后清水冲一下就可以了 清水清理一下就可以用了 对 这个砧板很重要 你知道不小心砧板都会发明 因为上面是什么细菌都有的 你不知道 而且建议就是 切肉的跟菜的砧板 要分开来使用 最怕就是吃到水果 有那种蒜味 很可怕 蒜味的话用柠檬也可以去掉 可以吗 可以 用这样子的方法去掉就可以了 柠檬很好用 可以杀菌 也可以去那些味道 对 如果那些东西有错味 都很适合用柠檬 是 讲到两个都用柠檬 最后那道终于不用柠檬 最后那道就不需要了 不需要柠檬 可以把炸 然后切磨 这样就可以刷掉 那些残油污了吗 对 残污漆 然后 过后拿去清洗 它会取掉那些 肮脏这些 会比较容易清理 只是用马铃薯 只是用马铃薯这个 马铃薯什么品种 什么有讲究 无所谓的 没有分别的 不需要煮也不需要拿来切开 不需要 只是因为它有保护 马铃薯本身是带酸 它可以防止生锈 然后它的定粉 可以做成保护膜 来保护这个 改次煮的时候 那些油药这些 都不会粘锅 现在真不知道 原来马铃薯有这样的功效 而且你知道吗 我发觉你看柠檬 这样弄的话 柠檬汁会慢慢流失掉 可是马铃薯 你这一片肮脏 你可以切掉 对不对 你可以把肮脏那片切掉 剩下的继续再擦 是不是 对 还可以再继续用 都不会坏 这都是非常方便的经验 你平时在清洁的时候 有使用这样一些东西吗 清洁都偶尔都会用到 都会用到 像这个洗铁的 铁锅 铁锅 它直洗里面吗 背面可以吗 背面都可以 因为是背面有油腻 有油腻 然后会沾脏那些肮脏 所以我们也就是用了 这个马铃薯 来清洗它 像刚才这个马铃薯的用法 我们拿来洗水槽可以吗 就比较不建议了 洗水槽就不错了 水槽已经 你旁边也是会生抽的一个地方 可以这样使用 你可以试 看看有没有主要是用来洗这个 那这个泥膜还可以洗身体了 很有香味 用尽其用也知道吗 粗盐就可以洗身体嘛 没错嘛 对不对 是 带着谢谢秋月 别人学到了 带来这个非常简单实用 那么这样的方法 其实我们刚才也讲了 这个新年快到了 如果说新年大家食材也会用很多 对 那有些就别浪费 可以拿来做一些这种清洁工作 其实很多这个烹饪食材啊 也有很多妙用 我也可以举个例子 比如说酱油 其实酱油除了可以用来调味 听说涂在烫伤 或被蚊虫定咬的皮肤上 有止氧消肿的功效 这个呢 只是说在紧急的情况下 不要没事就拿酱油来 煮菜煮到一半 一烫到你来不及找 来磨一磨 是 而且这是不是这样子的功效 真的还不知道 而且说到哪里出产酱油的品质好 大概不少人会想到台湾 明天最后一集的台湾人事物 我就会带大家到台湾的中部 看看那里的酱油酿造厂 是 手工酿造的酱油呢 口味上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要酿造出一坛好的酱油 到底需要经过多少道工序呢 我们从一颗黑豆 变成一滴酱油 之间我们需要是丢到工序 耗此是六个月的时间 所以其实是非常繁复 而且非常废实的 记得锁定明天的节目 我会带大家一起深入酱油酿造厂 了解酿造酱油的完整过程 感受又传统打造出来的独特氛味 好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 另外这个星期四的这个《诗成画意》呢 我们将请来本地知名新谣创作歌手梁文福 没错 他所创作的许多经典歌曲 例如《一步一步来》 《新加坡派》等等 可以说是已经成为我们集体回忆的一部分了 走过三十多年的创作路 对于梁文福来说 有哪些歌曲对他有特殊的意义呢 而观众朋友如果有什么问题想问他 可以到我们的《诗成有约》的面部留言发问 今天节目到了尾声 欢迎浏览八频道新闻及时事节目的网站 以及《诗成有约》面部网页收看网络视频 《诗成有约》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